示范实验 小苏打的加热分解 以刮勺取适量的小苏打 放入干燥的试管中 再以附有导管橡皮塞 塞住试管口 接着以铁架上的广用夹 夹住试管 使管口略微朝下 并调整至适当高度 准备另一支试管 装入五毫升的橙青石灰水 将导管移入试管中 点燃酒精灯加热小苏打 观察澄清石灰水的变化 会看见导管在石灰水中 持续冒出气泡 过一会儿 石灰水就变成白色混浊 证明小苏打加热 会分解出二氧化碳 将导管移出试管 移入装水的烧杯中 继续观察气泡的产生 当不再冒泡时 表示小苏打已完全分解完毕 试管中的残余物已经不是小苏打了 而是分解后的产物 名称叫做碳酸钠 结束加热之前 必须先将导管移出水面 再熄灭酒精灯 如果先熄灭酒精灯 当试管一冷却下来 试管内的压力变小 就会将烧杯中的水 吸入试管中 造成试管内的残余物受污染 或试管破裂 等试管冷却后 取下橡皮塞 观察试管口 会看到附近有无色液体 取蓝色氯化雅菇试纸 检测此液体 发现试纸由蓝色变成红色 证明小苏打加热分解出水分 我等试管内的试管内的试管ari moved